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223集 张世飞在学校的食堂 吃饭 称的是直翻白眼啊 最后他靠在椅子上 直打宝格 梁月儿也吃饱了 只见他从胯包里面翻出了纸巾 擦了擦嘴 然后对着张世飞笑着说 哎呀 好饱啊 张世飞此时一张嘴啊 都一股土豆丝味啊 他点了点头 想要回答 刚一开口 就嗝嗲一声了 逗得梁月儿合不拢嘴 你呀你 让我怎么说你呢 害得我减不了肥了 这一顿饭得长多少肉啊 张世飞耸了耸肩 一顿饭下来 语言似乎又回到了他的脑子里 只见他对着梁月儿说 赶快打住 可别见没 你看你啊 现在大嘴都快没我胳膊粗了 再瘦点啊 都鲁豫有约了 鲁豫有约 很显然 梁月儿并没有一下就听懂 这张世飞话中的内涵 只见他眨了眨眼睛 这才捂着小嘴笑 然后用手点了点张世飞的头 并对他说道 你呀你 真是有点弄不明白 有的时候正经的不行 可有的时候却这么不着调 你们男人不都喜欢瘦的吗 嘿嘿 别一棒子打死一船的人 我可不喜欢瘦的 我只喜欢 张世飞刚说到这里 顿时心中咯噔一声啊 他慌忙将后半句咽了下去 同时心中开始狂跳了起来 他心想我这干什么呢 诅咒还没有解除呢 我怎么差一点 就把这要命的话给顺出去了 哦 那你喜欢的是什么呢 梁月儿歪着小脑袋望着张世飞 笑吟吟的等待着张世飞说出那句话 张世飞本来想说的是我喜欢的是你 但是他现在却还不敢说 因为他也不清楚 这一句话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想想曾经的话中人 张世飞实在不敢用这个去尝试 真的 他输不起 于是他便静了静心神 然后转过了头 一边抠着鼻屎 一边对梁月儿说 我 我喜欢 我 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肩膀 一句话差点没把张世飞给憋死 他反复的念叨了几句以后 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唱了首梁静卢的我喜欢来应付 这个梁月儿顿时哭笑不得 他望着张世飞这副傻样 有点想笑 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不过好在张世飞这个呆货呀 在他面前煞风景又不是一次两次 梁月儿似乎已经习惯了 他在情道浓时的忽然不饶调 便叹了口气 然后嘟着小嘴对张世飞说道 行了 很好听 咱们走吧 张世飞的心通通乱跳啊 幸亏让他把这话题给转移了 要不然的话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啊 听到梁月儿的话以后 张世飞的心中也是如释重负 那啥 咱上哪啊 你什么时候回家 梁月儿问张世飞 张世飞看了一下手机 现在还没到七点呢 什么时候回都行 梁月儿想了想以后 便对着张世飞说 今晚有些不想溜达 要不在校园里 你陪我说说话吧 张世飞点头 其实呢 他也不怎么想溜达 如此跟心上人静静的相处 再聊几句话 不管聊什么都好 张世飞都会觉得很开心啊 于是俩人呢 便离开了食堂 走出食堂以后 周围顿时安静了不少 现在才是晚上六点多 太阳还没有下山 但是光线却变得十分柔软 夕阳映在对面教学楼的窗户上 酥酥的暖色调 今天有晚霞 张世飞很喜欢晚霞的光线 给他很舒服的感觉 似乎他也像福泽堂的那些畜生们 一般有职业病了 不管怎样啊 白天都很没精神 但是越到夜里 他的头脑就越清醒 暖色调代表着平静 轻柔安详 颜色似乎真的有影响人内心的作用 就像是福泽堂书架子上面的那本 色彩里面讲的一样 柔和的光笼罩着整个校园 似乎这些大学生们也都慵懒了起来 他们此时已经吃过了饭 男孩子们不是窝在寝室里面干游戏啊 就是穿着裤衩背心在远处打篮球 女生们呢 三三两两的闲逛着 似乎这才是真正安逸的生活 没错呀 张二飞心想啊 要说人这辈子最安逸的日子 也就是在大学里面了 上学真好啊 可以肆无忌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用为明天而着急 因为明天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 这他妈才是青春呢 青春呢 张二飞一想起这个词就想哭 妈的 看来我已经从青春毕业了 他就这样和梁语儿慢慢的走在校园里 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打发着宝贵的相处时间 走了一阵 梁语儿把他领到了一片树林之前 别说 梁语儿的这学校啊 也挺哑的 还有如此风花雪月之所在啊 看得出来 这是一片桃林 因为呢 这是张二飞唯一认识的树木 想想营州里面那老臭不要脸 就在那桃树林里面的村庄过活 以前张二飞和李莱英每次去他那蹭酒喝 都要穿过那片桃林 热自久了呢 自然认识这种树木 而树林之中还有个梁亭 名字挺雅的 叫桃花庵 梁语儿带着张二飞走到了梁亭之中 张二飞望着这个梁亭的红旗柱子 心中感叹道 这果然是大学里面的建筑物啊 本来好好的柱子 已经被画满了各种奇怪的东西 有用刀刻的 也有用圆珠笔 记号笔 图改叶写的 有一些呢 是图形 什么心形啊 还有一些字 像什么 叉叉叉 我爱你呀 叉叉叉 你是个傻叉呀 一页情号码什么的 这让这个本来挺雅的地方 瞬间变得通俗易懂了 不过呢 这也没有阻碍两人的雅致 现在还没到晚上 所以这边只有他俩 梁云和张二飞坐在梁亭里面 透过树木的缝隙 正好能够看见最后一抹夕阳 两人就这样静静的坐着 并时不时的说上几句悄悄话 气氛安逸极了 张二飞心中感叹呢 自己有多久没有如此的放松了 真是不敢相信呢 前几天还在跟腰卵们拼死拼活 现在却能如此没有牵挂的 坐在这样的一片桃园之中 和心爱的女子在一起 一时之间张二飞都有些不敢相信 两个月以后的日子 当真会是这种生活吗 当真会一直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管 一直这样的安心吗 这种幸福会不会太奢侈了 他正在发呆 梁云儿便开口问他 想什么呢 怎么又走神了 张二飞转头看了看梁云儿 现在是秋天 桃花已经败落 树上结出的果实 还有些青色 空气之中似乎也充满了甘甜的气息 梁云儿的脸就在眼前 如此的清晰 如此的美丽 张二飞看得竟有些吃了 他不受控制的 竟然又将梁云儿和那画中徐莹的容貌 重叠在了一起 想起了以前在那山上的种种 恍惚间 张二飞也有些感叹 命运是如此的奇妙了 没 就是忽然的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了 对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梁云儿点了点头 示意他问 其实这个问题张二飞曾经已经问过了 但是呢 他还是有些不甘心 所以他便鼓足了勇气 对着那梁云儿说道 你还是不相信前世吗 梁云儿有些莫名其妙啊 这个你好像已经问过了 是啊 张二飞苦笑了一下 但是现在咱俩关系和那时候不一样了嘛 所以我想问问你 如果有前世的话 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可能是张二飞心中的偏执吧 他确实有些想从梁云儿口中得到答案 他凝望着梁云儿 梁云儿看到他那好似贫血一样的脸 无比苍白 但是表情却又极度的认真 看着看着 梁云儿竟捂着小嘴笑了起来 此刻的他觉得张二飞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凡事都要问出个答案 要说梁云儿不是花痴少女型 他生长的环境注定与童话无缘 同样的 他很早就不相信这些东西了 他明白现实的残酷 也明白这些东西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而且呢 他还挺讨厌的 真的挺讨厌这些把前世今生挂在嘴边上的男人 想想以前很多的男人都垂涎他的美色 男人都是这个德性 一看到美女下半身就浮肿 上半身就瘫痪 想泡妞什么话说不出来 梁云儿无法忘记那些夜晚那些男人满嘴酒气的跟他调笑着 妹妹 你说我一看你怎么就走不动步呢 咱俩上辈子是不是见过呀 都他妈说什么十年修的同传度百年几进一被窝 你看咱俩这么有缘 有没有意思跟哥往一个被窝里面凑合凑合呀 凑合你大爷 梁云儿当真是恨透了这种男人 满嘴的黄牙 稀疏几根头发的头顶 看岁数啊都快能当他爹了 但是却已经想在年轻姑娘身上得到变态的快感 但是没办法 以前的梁云儿没有选择 他虽然最讨厌这种男人 但是呢 却还要在他们的身上弄到钱 只能不冷不热的附和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然后尽早灌罪他们尽早脱身 曾经张世飞也问过他这话 当时的他心情极度的郁闷 貌似还把这个男人骂了一顿 可是此时却不是彼时 很奇怪 当张世飞再次对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却一点都没有生气 甚至连一丝的不快都没有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啥 就对眼前这个男人生不起气来 似乎这个男人说的所有话 对他来说都是甜言蜜语 可能这就是爱的作用吧 于是他便叹了口气 然后对着张世飞柔声说道 真是搞不懂你啊 多大个人了 还像个孩子似的 张世飞心中一阵苦楚 他觉得自己要是像个孩子那还好了 你见过这么苦逼的孩子吗 那梁云将右手食指轻轻的搭在嘴唇上 想了想以后对张世飞说 嗯我想想 记得我小的时候确实想过这个问题 是啊 谁小时候没想过我上辈子是什么呢 张世飞心中一喜 看来他真的回答了 太好了 要知道张世飞可不只是单纯的想听梁云儿的回答 他是想趁着这个机会慢慢的透露一些前世的事情给他听 毕竟这件事憋在他的心中很久很久了 只见到梁云儿吐了吐舌头 对了 我小的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看电视 曾经幻想过 我上辈子是不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你可别笑话我呀 看电视嘛 其实那时候 我挺想过电视里面那些大小姐的生活的 你这想法太平常了 张世飞苦笑了一下 好像不管是谁 都曾经幻想过自己上辈子是有钱 或者是有权人家的孩子吧 张世飞也不例外 记得他小时候 看那什么宰相刘罗锅 就是王宝田老师演的那个 给他印象很深刻呀 记得有一集 貌似是皇上请和珅和刘庸吃饭 当时张世飞就傻眼了 心想着这他妈皇上也太厉害了吧 夹菜都不用自己动手啊 就跟植物人似的让人喂一样 一桌子肉啊 一桌子的肉啊 一旁的太监就跟三孙子似的伺候着 这也推壮了 我要是这样 那该多好啊 年轻的张世飞确实幻想过自己上辈子是一皇上 成天无所事事 酒吃肉连也那也不在话下 李胖子也一样 俩人曾经还一言过一阵子 记得那时候两个小屁孩还玩过一阵子角色败演 猜拳 谁输了 谁当太监 谁没有个小时候啊 张世飞叹了口气 他很明白 一般的女孩也似乎都做过公主梦吧 就盼着有个骑白马的堂子 不是 幻想骑白马的堂僧路过的那是女妖精的小时候 而多数少女的梦想是一个骑着白马的王子路过 路过自己的家 这才是少女的情怀 张世飞对梁媛这么想啊 根本没有太过意外 哪儿料到梁媛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倾笑道 后来呀 我就不这么想了 那是我爸爸死了以后 我和我妈过着苦日子 现在想想 那段日子真的好难熬啊 有的时候我实在是太痛苦了 就一个人跑到村子外面的草地里 我那时候觉得做人太难了 还不如一只蜻蜓 要是我上辈子是一只蜻蜓 那该多好啊 他的小时候确实挺苦的 这些张世飞都知道 不过此时他也很欣慰 毕竟那些时光都已经过去了 不会再重演 他借梁月儿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些话 表情却没有一丝的痛苦 便放下了心来 他对着梁月儿轻声说道 那个 你有没有幻想过 其实你上辈子 或者大上辈子 还是一个女人呢 一个独自居住在深山里的女人 住在深山里 梁月儿眨了眨眼睛 这我倒没有想过 独自居住在深山里 你说的不会是白毛女吧 一句话把张世飞说的 有些哭笑不得 他心想这跟白毛女有什么关系啊 于是他慌忙摇了摇头 我说的是如果了 正好现在有时间 还没事做 就幻想一下各自的前生 不觉得挺有意思的吗 梁月儿听张世飞这么一说呀 便又捂着小嘴笑了 你呀 真在想象这话会从你这个看上去挺成熟的男人嘴里面说出来 成熟 我成熟吗 张世飞挑了挑眉目 心想着自己从小到大 从人到腰 还真很少有人说自己成熟 他哪里知道 他在梁月儿的心中 当真是一个成熟可靠 又有些琢磨不透的形象啊 梁月儿永远也忘不了他不远千里来到自己的家乡 救他的那一刻 当张世飞把河前那老头打倒在地 并跟梁月儿说出那句你自由了的时候 梁月儿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那时候的张世飞多爷们啊 可是谁又能想到 这个如此爷们的男人 此时却煞有其事一脸认真的跟他说这些有些幼稚的话题呢 算了 不管他说人吧 我都喜欢 于是梁月儿便笑着点了点头 挪了挪身体 靠近了张世飞 然后微笑着说道 好呀 那就请老先生说说我的前世吧 我也正好能听听 张世飞用手指挠了挠鼻梁 不是 我就是说着玩的 然后想想啊 你的上辈子也许是一个女人 一个很美丽的女人 容貌就和你现在一样的美丽 不同的是 因为每日呢 都为生活操劳 曝晒在阳光之下 所以肌肤呢 要黑一些 健康一些 张世飞说的正是徐莹的样子 你们有着一样的笑容 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爽朗 也不是你现在这种笑容了 怎么说呢 你前世的笑容就像是太阳 那么的温暖 而你现在的笑容呢 就像是月亮 这样的温暖 梁玉儿伸出手来 轻轻地拍了下张世飞的后背 然后对他又好像是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看不出来啊 你这好好先生还真浪漫 以前没少哄女孩子吧 张世飞慌忙摇了摇头啊 我说的是真的 梁玉儿见他有些慌张的样子 便笑了 好了 都你玩的 都说了 我不在乎你以前什么样子 即使你以前骗过再多女孩子 我依旧喜欢你 张世飞长出了一口气啊 那我继续说 你还听吗 梁玉儿见他挺认真的模样 便点了点头 说呀 我也挺好奇的 你说说我上辈子是干什么的呢 听他这么一说 于是张世飞便整理了一下思路 一想起以前 他的心里不免有些惆怅 一惆怅忽然就想抽烟了 可是他看了看一旁的梁玉儿 还是忍住没动 他将两手握在一起 放在膝盖上 用一种类似于梦逸的声音 喃喃的讲道 前生的你 是一间戏班中的戏子 由于得罪了班主 便逃到了深山之中 搭了个小屋 住了下来 梁玉儿有些奇怪 这个可爱的男人脑袋里面 想的都是一些什么呀 他听张世飞说的似乎有鼻子 有眼睛的便对着他问道 我倒真没想过 我上辈子会是这样 嗯 其实在山里自己居住也不错 就是冬天要难熬一些 确实 张世飞苦笑了一下 你自己一个人 很坚强 在山上住了不知道有多久 每天就是 张世飞不断的说着 那话中 每天单调的日子 这些事 听在梁玉儿的耳朵里面 已经不像是张世飞 单方面的一言了 他觉得 这更像是一个故事 于是他便打断了张世飞的话 要按你这么说 那我的生存能力还真挺强的呀 哎对了 别光说我了 说说你吧 你觉得 你上辈子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张世飞笑了 然后低着头 在你的前生之中 我 不是人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一直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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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